建国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毕业班学生 26日举行装头戏院毕业成果展 每件作品都充满香情 还有三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加入创作行列 学生们以每天生活在一起的空间为设计主题 让自身最熟悉的地方变得更加美丽及更适合居住 主题都是学生自己去想的 我们老师都站在协助立场 那今年他们选定的主题是装头戏院 他们想说每一个学生的作品都好像一部电影一样 那每一个就每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学校是科技大学 所以我们学生的毕业设计主题都会选择比较在地化 比较实物的主题 像有些既有空间的改造 或者一些活动中心等等这些部分 那也有一些住宅的都有很多 学生陈宏硕 陈柏林 黄于谦 以台铁宿舍清创改造计划 奇恰奇恰为毕业设计主题 更以虚拟实境方式带领大家更了解 经过改造后的台铁宿舍 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清创的基地 我们的主题的话叫做奇恰奇恰 是踩一个列车行驶在轨道上面的撞生池 我们的设计来源其实是源自于最近大家都要毕业了 那很多在地彰化的青年学子 其实毕业过后呢 因为彰化在地其实没有什么设计产业 所以大多数的同学通通都要前往台中发展之类的 因此呢我们便想到说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彰化这个市区内 找到一块适合的基地 然后可以把清创的产业结合在里面 去创造一个所谓的共创办公室的话呢 那是不是可以去解决 彰化在地的青年都外流的问题 建国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 今年共有12组作品展示 有老建筑新生 也有未来建筑外观设计 更有绿建筑逐渐改善 设计作品不但充满想象力 更对如何生活得更加舒适 有更深度的想法及作为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